大家好 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本頻道是透過趨勢線支撐及壓力的方式來分析個股 個股都不一定會按照這個方式去運行 所以就參考看看 牛市中壓力很容易突破 熊市中支撐很容易跌破 目前是什麼市場 大家可想而知 也歡迎加入會員 100元是贊助本頻道 300元是另有波段個股會發布會員獨享影片 大家好歡迎來到貪婪韭菜 貪婪韭菜我是劉瑞 那現在時間是4月2號 下午2點25分 是禮拜天 那還有三天的這個放假 之後禮拜四呢 才是這個開盤 有開盤的時間嘛 所以還是祝大家連假快樂 不過就是 親民嘛就是要去掃墓 掃完墓再快樂這樣子 好那 在早上的時候其實有入一部復盤 那時候就有稍微提到一下說 我們目前的期貨呢 晚上的時候怎麼感覺上 收到一些壓盤的一個 感覺 的一個感覺 對那 在我剛剛突然就想起來一件事情 就是因為呢 這個壓盤的這個動作 我認為有可能會是 就好像是 大家知道禮拜四的時候 那只是突破上去嘛 所以說禮拜四呢 是這個 可能閃貨會比較全力去做多的 一個一天 那禮拜五可能也是 禮拜五就看到一些 創高嘛 然後又回壓 然後晚上夜盤也沒有到很好 晚上夜盤也沒有到很好 所以我們剛剛 有給大家看一下嘛 就是說納指呢 是這樣子 持續的一直不斷的往上走 但是我們的這個 我們這個 其實是 先閘 然後他沒有持續往上走 他在 這個階段 其實就是 這邊有一個支撐啦 大概這個位置有一個支撐 他是上去之後又回踩 然後他慢慢一直上去 然後 斬過這個才 才大概多個4點 最高是15924 然後這邊最高是15928 所以說是有一些 壓盤的感覺 那我自己個人 剛剛突然想起來是說 因為 剛剛前面開頭講 我說禮拜四呢 才開始嘛 所以代表說 原來的週結算 選擇權的週結算 那他有極大程度是因為 這個 期貨去影響 期貨多少呢 這個選擇權的價格 才會落在哪個地方 所以說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就是在這個位置 4月 4月 就是清明嘛 今天是4月2號嘛 4月3 4月4 4月5號 那4月6號是這個 週選擇權 所以說代表他們已經略過了 禮拜 禮拜一禮拜二 原本禮拜一禮拜二可能是還能做一些 指數的調整 那 禮拜三嘛 就是4月5號呢 這一天就是週選擇權結算 那我自己個人能夠唯一能夠想到的是 有可能 4月6號會是一個 壓盤的一個 就是 一天 那4月7號 週選擇權結算之後呢 可能才有機會去 起飛 那時候我自己個人能夠想到就是 為什麼台股這邊有一些比較壓盤的 原來還覺得說 覺得有點怪怪 當然 期貨這個東西 大盤這個東西其實是 賞戶呢 用力的跟 主力對做的話 那主力呢 肯定會 往 這個賞戶的相反方向去做 因為這樣才能夠賺錢 所以說 也並不是說 這個全力去做多 那就是能夠賺到錢 所以能夠唯一想到就是 4月6號 就是 在這個下禮拜 4 開盤 的那一天 可能會一些比較 選 選擇權結算那天 反而就是震盪比較大 那 感受上應該會有一個上通下級的一波 就是應該會比較難做操作啦 有可能 對 那時候我唯一想到 為什麼 我們的娜子跟我們的 台股其實是 沒有一個對應的關係 當然本來就 並非說他們一定肯定要一些對應的關係 只是說 看起來就是 壓盤壓得很明顯啦 對然後那時候 從一些 5分K 15分K 也很容易很清楚的看到 大概是這個位置吧 這個位置就是 這個位置嘛 底部這個位置 拉過去 大概是155 935 這個位置會形成一個 一塊壓力 所以如果說開盤開在附近 往上去開去碰的話 或許有機會下壓 然後可能又再做壓在這裡 或甚至壓在更低一點的 一個位置 不曉得會怎麼去做一個結算 因為 禮拜四禮拜五的 那一個 可能 節目上 或是一些 新聞直播 還有其他人分析 有可能覺得 這個娜子跟廢伯是往上突破的 所以 可能做多的情緒比較大 那反而他們去做空 可能比較 賺得到錢 這是我唯一能夠想到的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是我上禮拜給大家的想法 3月13號跟3月16號 比較容易跌出地點 為什麼說是 3月13號跟3月16號 主要是3月16號 因為 3月16號是在這一天 就是我們的大盤 這個位置 是跌破的 大盤這個位置是跌破的 不是這裡 這個位置跌破 3月16號是跌破的 所以說 那時候應該會蠻多人 就是 有在看技術線型的人 有在看支撐壓力的人 在這天會把一些 部位都先 清 清一點掉 搞不好清空 諸如此類 就是很多個股可能 低點呢 打到支撐 3月16號可能就是一個 反彈點 所以 只要在這個禮拜 有一些明顯的回檔 沒有跌破3月16號的話 我個人覺得在向上漲的 這個 態勢會比較強一點 就是說你有一些個股 是在 3月16號是低點 然後這禮拜呢 一些回檔 像在這裡兩天回檔 並沒有打到他的 低點的話 甚至沒有跌破 當然最好了 沒有打到低點的話 那可能會比較偏屬於 跟著大盤走一個N字形 這樣子 對那在這個位階 我也在節目裡面 很常講 說15650這個位置 必須守住 那你確實守了 守了 這邊有去守住 這樣子 所以說整個 整體大盤分析起來 應該還算OK 還算OK 個人覺得還算OK 那 有給出一些方向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吧 因為我這禮拜 我們就把這部影片當作是我自己也想要 知道一下指數 然後又當作是我自己誰誰亮 就是 那種感覺 就 我們就一起慢慢來看 好 首先我們就看這個 上市汽車 那上市在汽車之前在這地方 算是做一個 假跌破 或者是說 他本來的神就在這裡 這邊是我比較不清楚的 好 那再來看一下 是不是很強勁 對不對 這裡呢 是不是有壓盤的感覺 這個位置 1 2 3 4 有嗎 對不對 禮拜四呢 突破 禮拜五呢 可能有機會回撤到這個地方 或是說下禮拜回撤到這裡 那看有沒有機會到 突破這個位置 如果說他真的突破了 不是藍車 白色線的話 我客人覺得說整個這個市場的情緒 真的是非常強勁 因為 這條 這條線啊 這個壓力這個位置 大致上也壓了 從 2020年 那時候COVID-19 還沒有在全球爆發的時候 他就已經壓在這個地方 所以 那時候也覺得說 今年會不會汽車呢 是有望上去的 有望上去 那裡面包含就是像 然後 這種比較清楚的 比較能夠去 去做的 大致上就是什麼 中華吧 跟育龍吧 因為中華那時候抓一波 對因為會員個股 我在做觀察 那育龍的部分也是 那這邊就不講個股 我們就直接當講指數 有興趣的再一次去看吧 那我個人覺得說目前是在一個 就我們這邊打一個新的 上市的話 我認為他算強勢啦 強勢的是在汽車這邊 算是強勢的 汽車算是強勢的 對 那當然大壓力在這裡 當然 不一定是在這裡 有可能稍微下來一點點 就是禮拜四達到這裡有可能是 因為他 這邊其實就是 一個範圍啦 一個壓力區的範圍 所以 個人覺得只要目前來守住這條 我們向上上來的這條線呢 或許 價格上 守住嘛 那可能是在這裡做一個來回的震盪 那看能不能夠突破啦 對目前看能不能夠突破 那這一根 禮拜四這一根突破 我個人覺得是 蠻有企圖心的 可以去值得做關注 所以我把它歸位在 強勢的族群這邊 好我們再來看一下食品 其實食品股呢 也算是 漲得很好 那時候呢 還認為說他可能是 一些跌破的情況 大家看一下 又漲了 這禮拜基本上持續上 但是 真的實質上操作時 食品股應該很少 然後來到一個重要的壓力 然後來到一個重要的壓力 認為這地方也是強勢 就是說 來到這個壓力呢 可能會受到一些 短壓 那短壓其實 沒有結構性的話 你直接去空壓力的話 當然有可能會下來到這裡 那如果盤勢不好 當然有可能就真的跌到這裡來 那如果說盤勢好 可能下來到這邊 然後這一根又突破上去 所以說 做空的話 不會直接空在這個地方 但你要短空 空個一兩趴 或許是有機會啦 就會吃到這樣一點點的報酬 但整體算盈虧比算起來是 白哈啦 白哈 所以 個人覺得他 目前應該是守著 五日軍現在往上走 對吧 也是一樣 強勢吧 他還是歸類在強勢 但 稍微碰壓了 這要小心 這個如果在下禮拜四 禮拜五不碰上去的話 不走上去的話基本上是會跌過五日局限 所以他被歸類在強勢 但是要聽清楚我剛剛所講 所表達的 就是說 現在的你要 踏進去 裡面的個股 就不要了啦 如果說你有裡面的個股 持續放嘛 持續看 但現在不適合在做經常 是那些原來持有的人 持續做 觀察的 再來看一下 主要 就是 基本上應該是台泥的一個形狀的個股 他是水泥指數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他現在的一個結構是撐在這個底部 不過這個應該有引進 應該看得出來這邊就是一個 一塊 一塊支撐啦 所以這個地方到底能不能夠死守住 我也是蠻好奇 所以個人覺得說 這個感覺上是等著 去低階吧 我去低階我個人會覺得比較OK一點 目前來看應該是這樣子 對就是 你能夠 看的就是接近 接近這個底部 去做一個 進場 那當然 進場之後 沒有人說他一定不會再向下去跌破 也沒有人說他一定就是會 這邊往上找 往上走這樣走 所以他應該是比較被歸類在這個區間 所以 就是一個區間盤 區間盤就是 沒有效率性 然後 會長會跌 不曉得 這個區間會往上 不曉得 這區間往下 不曉得 但是如果說你有興趣去做的話 當然就你還是 以一個 就是 低階的動作 不要超之過級會更好 後來看一下金龍吧 金龍在上上禮拜有講 然後我自己個人也有做 進場一些 那 我自己做進場是那個 當天大疊 我現在應該可以講 當天大疊的那個 我們看 呃 我們再切出來一個好了 再切出來一個 那時候做進場是做這個 大疊 大家可能很怕 但 那時候我算是勇敢做進場 那時候疊了9%多吧 我覺得9% 疊9%那天做進場 這個 台季 台季 因為那天大家看一下時間是 3月16號 那大家看一下這個 金龍指數呢 這邊是 3月16號 我覺得 認為接近底部了啦 那剛好我畫這個線呢 剛好又到了支撐 所以就做進場 所以現在目前是 小拉啦 小拉出去 那我們現在 我們回歸回來 我們這個做關注 是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吧 向上曲線看起來有壓 但我覺得不重要 主要重要的是 禮拜五這一個 白色的線 能否再度去突破 能否再度去突破 對 如果說能夠突破的話 或許能夠再向上去走 對 個人目前看起來是這樣的 我看一下 他這裡算是一種 技術型的一個結構 就是在 這一種 下降趨勢線 然後又在中間這個位置 做這樣子的一個 整理 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這裡有一個小整理 價格在這邊做震盪 然後突破的話 這個位置就會是一個 支撐 所以現在反過來變壓力嘛 就還蠻合理的 目前看起來應該 還是以這張圖 繼續看下去 所以如果當時候 你看我的影片 然後你有在 那時候不是銀行危機嗎 你這邊去抄底 一些 銀行國的人 那我相信 報酬應該是不錯的 就是說 你看這部影片的價值 就在這裡啦 那當然 那時候我在節目 在3月16號那天 我有講 3月16號那天 我有講 在 上上禮拜四 就那時候 我在開頭講的 我說 這個 上禮拜 1跟4 3月13跟 3月16 疊出的第一點 守住 貴果教學的機會上漲 機會 對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 個人覺得 大家要清楚 就是他算強勢 但 他是在 一個 只是遇到壓力 跟死兵股一樣 那 大家懂就好 我們要橡膠 橡膠這一根往上走 是因為 這個振興輪胎 振興輪胎 然後 那時候在節目裡面呢 我忘記有沒有在節目裡面講 那振興呢 有沒有做反彈 我們現在只是一目了然 來看一下 有嗎 對不對 有沒有做反彈 對 那這個是我們丟在這個 會員股 那當然他 反彈到多少呢 能不能在 往上反彈 我不清楚 但 至少支撐我們是看對的 這是我們的會補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做進場 對 那 有或沒有都跟我沒關係 因為 就是 支撐就給你 那想不想下 你全部都在自己手上啊 就沒有去帶單啊 那你想下就下 不想下就算了 對因為 每個人學習的方式不一樣 那我的方法就會比較 我個人覺得說就是 看撐壓進場嘛 那支撐到了 確實是有機會 但 拉不拉的出去 這個還是要 歐咪懂 要拜託一下阻力啦 拜託一下阻力 所以 目前呢 他也是 他反而向下回撤沒有回撤到那麼多 會回撤到這裡來 所以這裡應該會形成一個新的支撐 對 這邊應該形成一個新的支撐 不會回撤到這裡來 目前呢 以兩檔 這樣去看的話 因為他市值 好像是最大 我記得好像最大 就是他影響這個橡膠指數最大 所以目前我個人還是覺得他是 處在 以指數來說是強勢的 上禮拜好像也是給出一個強勢的 區間強勢 強勢啦 因為技術形態就不是弱的嘛 所以一定是給出強勢的 那這也是一個價值 你看這部影片的價值就在這裡 那你去找到了話啦 你去找到的話 OK那看一下這是其他 其他指數 那時候形成一個破底翻 換上去抽目前有機會下來 紅目前有機會下來 所以說他應該還是屬於在一個 還是算 還是算一個多方的反彈 不過 比較像是說一個區間 他不是像五字線 但直接往上彎上去嘛 所以 其他指數我認為 我就把他歸在這個區間 那 裡面一些 相關的個股大家自己有興趣去觀察一下 OK那我們就去看一下看他那個橡膠 OK那橡膠的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 那時候抓的壓力是抓這個白色的線 那我發現應該是 再把他抬高一點 因為 我並沒有去做他 所以 沒有畫得很清楚 我們應該抬到這一個 這個上影線 上影線 上影線的地方 所以應該是在這裡吧 那畫這邊的話就是一個蠻清楚 基本上我們現在看一下五字線了 五字線的部分 我們切出來看一下 喔 他在禮拜五剛跌破五日線 我剛跌破五日線 但是 他有一點守住禮拜四的低點 我先守住禮拜四的一個 低點的感覺 所以 目前我認為 他算強勢 但是他跟著這個 食品然後基隆一樣 強勢但碰壓 還是其實我們要 歸類在不同 我覺得 這樣好像比較好一點 有一個 不一樣的一個來看 這樣感覺上比較好 這樣子 所以 我們剛剛看的是什麼 你看我還忘記 喔 塑膠啦 這樣子 強勢 但是碰壓 五日線 剛跌破啦 但 會不會馬上又回掌 又回掌 也是有可能 對不對 強勢但碰壓 所以 不好做 因為都 在下禮拜四禮拜 我都是需要做觀察 這些指數 OK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 畫功 我們看一下 畫光我自己個人是畫得非常的 甚至也稍微淋亂 OK那基本上我們的支撐呢 那時候是抓在這個點 那往下 到這裡 這裡 我覺得到 逃准到章 我覺得應該都OK啦 那這個形態是一個 算是上歇形態 上歇形態就是 會下跌 雄起啦 雄起 雄式的一個概念是 這個結構拉長到最後會下跌 然後算一下應該是 1 2 3 4 5 剛好走五波啦 剛好走五波下跌 1 2 3 4 4 4 下來嘛 5波下跌 但下跌之後 守住瓶頸線 開始反彈 他這邊的結構 我們一樣 我們有看到 我們就 拿出來教 我們不吝嗇 我們看到一樣的結構 這個結構是在 倒窮裡面發現 倒窮 是一個全世界會看的東西 那這邊是這樣 這邊也是走一個 這邊算是走三角收斂啦 然後 但他是 大家看一下喔 他是 這樣子嘛 1 2 3 4 5 但 這個三角收斂應該不是這樣算 但我想給大家看的是 是這個 到達前面的低點 反彈 到達前面的低點 就是 支撐啦 不是低點 到達前面的支撐 反彈 所以 他這一波現在目前的反彈呢 跟著我們的倒窮 反彈到這個點 非常像 那那時候倒窮是反彈到這個點 之後下來 然後 在天天復反彈 我說 形成破底翻了 如果說你在形成破底翻的當天去做單 他是一個潛在的機會 就在禮拜五 持續往上拉 所以說在這個 形成破底翻到往上拉的這個過程當中 已經經過了幾百點 經過了大概 700 800點 你看喔 這700800點 如果說你會看這個破底翻 你不是就賺到了嗎 對不對 而且是一個大指數 是一個大方向的 一個 比較看得懂的 所以說目前是在做一個 這樣子一個調整 那目前是來到一個壓力 所以 你說他 真的已經 成為熊奇 正式下跌嗎 還沒有 哪時候才是 跌破這裡 跌破這個白色的線 跟著一樣 跌破這裡 他是很阿砂利的 直接灌破 然後底下拉整理 再往上走 跌破這裡 跌破白色的線才是 所以 他目前對於我來說 我認為說他算是蠻強勢的反彈 蠻強勢的反彈 只要再次 再次越過這個黃色的線 黃色的線我個人覺得就 蠻有機會的 蠻有機會的 所以 個人的想法就還是一樣 是 賺強勢 碰壓樓 碰壓樓 因為你用五日均線去看的話 他應該算強勢啦 對啊 所以 個人就有 最近又加一些均線去看 整體的一些 盤勢 看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點 好 這個我現在發現 這個就是 之前說比較偏空的 上禮拜應該也是把他當作偏空的 弱勢 紡織纖維 大家回來看一下 形成一個V轉的破底翻 V轉 只是轉上來 然後禮拜三 強勢突破 禮拜四回撤 禮拜五又回撤 所以基本上呢 這個有機會 這個又回來了 那 形成破底翻 那當然這邊就有機會 再一個回後上漲 突破後回後上漲 機會有 這是一個 一個潛在的作作機會 這是潛在作作 所以說他應該把它歸類在 強勢吧 歸類在強勢 所以 有興趣是去看一下 當然他會不會跌破什麼呢 我們先不用去思考 因為 我們剛前面有嘛 我們看倒窮 倒窮也是 那個啊 破底翻啊 翻回來啊 強勢啦 你先不要管說他到底會不會回來嘛 你在猶豫的時候 人家你漲800點上去 然後會不會有人在漲800點的時候才去追 有啦 大有人在 肯定很多啦 肯定很多啦 那當然這個不可能買在最底部啦 你可能只能等他 如果說以我們 以日線結構來說的話 我們最多只能買在這個 32717這個位置 那大家上 去 大家去大概賺500點吧 如果以這個禮拜五收盤的話 是500點 對啊 只是有些人賺有些人不能賺 不能說 這個全部都能賺 超屌超厲害 沒有啦 那我們就 持續看下去吧 看這個 觀光 OK那觀光族群那時候 有畫在這裡 然後 後面有 我自己個人要調整 調整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這個應該刪掉 然後目前手在 對對對 他算 我覺得應該算是區間盤啦 我個人覺得區間盤 就是 他這邊跌破嘛 應該算 也不算跌破 就是跌破這個地方 然後又上啦 還是說這裡面還是直撐 這打 我覺得觀光有點 看不是很明白 因為畫戰的話 這裡是 曾經的圖 讓我們得知 可能是130.4嘛 那 放在這裡看起來蠻合理的啦 因為 剛疊破一根嘛 3月16號剛疊破 一直抽回來 剛疊破抽回來嘛 那 那 這個 3月16號剛疊破抽回來嘛 那跟大盤一模一樣 所以我在想說 這個 真正的支撐在這裡 還是在這裡 反正呢 目前 對於這一層來說 這裡是 小小型的破底翻啦 這裡算是一個小型的 自己剛算是小型的破底翻 放回去 然後死守住 曾經的支撐嘛 曾經的支撐在這裡 所以 個人目前覺得 以他章看起來算強勢 但又覺得有點像 區間啦 個人就把他放在區間好了 把他放在區間 現在應該不會有人想要 全面去做多這個觀光鼓吧 因為之前已經漲了超多一段 最後我們要放在區間好了 好我們來看這個化學生技藝 OK那化學生技藝的話 之前支撐是抓的比較低點 抓到這個位置 但是 在3月16號那天是沒有砸 砸下來 然後 後面這裡就迅速反彈 這檔就比較 這個就比較看不懂 這個比較看不懂 然後 曾經他還是走了12345 這是之前我們群組裡面有問 走五波 12345 五波下跌 下跌了 所以 之前都會講說 再一個點 我之前不是有曾經有在 副牌裡面講過說 這個上升區區線呢 假設你能夠去確定 12 12 斜的這種看起來像是M頭的東西 但這個角 往往是 較容易在做反彈 我也不知道什麼就是有觀察到這個點 你看這個點是有幾倍在做反彈 當然 椅子張圖看起來沒有反彈到很大啦 不過在未來的話 你如果說你能夠去畫出 比較精準的畫出來 因為你要畫出這個上升區區線 你必須要一個點兩個點 就一個點 兩個點 然後你要非常的確認 那 他的這個圖形呢 我只能說啦 可能這個地方反彈上去 我才能夠去看清楚 因為這個地方搞不好又再彎下來 角度不是連這樣子 那有些比較好看清楚 所以這邊跟大家稍微做一下解釋 OK那 目前的這個應該是處在一個區間吧 這個 不是 很明白 OK那我們就來 繼續看 看一下鋼鐵 那鋼鐵是從一些個股 那時候覺得說 好像有一些潛在的 危險 那 這邊就稍微來看一下 就是在上禮拜說他算是在強勢這裡 不過 目前看起來好像有點類似在拉三角收斂 隨便把他散掉 這樣子 應該不是 應該是這裡 這一段 有點算是在拉三角收斂 然後 整體的結構從這邊上升區先去畫的話 如果說 鋼鐵 真的在這個末端呢 整體失敗往下跌的話 然後那 肯定是往下串 看一下往哪邊走 我覺得直接貼到這裡來 這個位置 可能就會到這裡喔 所以我個人覺得他有些潛在的危險 我把他歸類在偏弱勢好了 那大家懂我意思就好 就是說他是一個三角收斂 還沒有走出 一個格局 但 有危險 我覺得有危險 那 當然要等他走出來 我才能夠去確認說 我講的到底是真 是假 因為 這個上升區先呢 就是不一定是正確的 那當然如果說他有在看的話 確實 這地方如果突破的話 我個人覺得你有一些鋼鐵骨 你要做進場再做進場 不然的話他應該往這地方串 所以我把他歸類在這個弱勢 弱勢 就是 還沒走出方向啦 還沒走 只是並非真的弱勢啦 只是你有鋼鐵骨 你自己就 好好的思考 應該說你要做進場的話 就好好的等個 一兩禮拜 等他走出來 再說吧 再說吧 就是像我這樣分析 我就算看到了有一些潛在機會的鋼鐵骨 陷阱骨 陷阱不錯 那我可能就還是會去PASS 我就說PASS 我略過這樣子 對這是我個人的一些想法 好那 造紙目前應該算是在區間啦 在上禮拜介紹的時候 他在這邊直撐 然後又上來 然後撐撐撐撐撐 那他後來會不會跌破什麼 這個 不知道 那我們就 我把他丟在區間好了 就是沒什麼 特別的一些 走勢的話 就把他丟在這個地方就好 就是他有可能上漲 但 他有可能下來嘛 但你把他歸類在 在所謂的弱勢這邊 我覺得也可以 就是說 他可能沒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上漲的機會的話 好那看一下這個電子 電子其實基本上 大家看一下是電子 這個是大盤 電子 大盤 電子大盤 所以說 目前呢 看著下一個壓力 比較有 有平有距的位置 大概是這個 780 780左右啦 那 以對應的話 大致上大盤 就是來到這個 16000多 16000多 但 他這個距離有一點 有那麼一點大 所以他真的 大盤要上漲上去的話 實際上可能漲不到 如果以這個空間桿 加這個空間桿的話 可能上漲到搞不好到16500 這邊就被打壓下來 也有可能 如果說真的是 因為他基本上 好像一個模子印過去 那他上漲幅度有限的話 代表說這個地方 也有限 除非說 他刻意去拉某一邊 這邊突破了 但 到達這個黃色線之後 這邊原本突破嘛 變成形成假突破 砰 暴跌 砰砰砰 我直接下了 所以 所以 目前上漲 是有空間的 是有這一個 這個空間讓他上漲 當然還是有些潛在的危險 所以 他算是還是 這是跟大盤啦 我個人覺得就是強勢啦 對啊 電子這邊一定是強勢啦 因為他 沒有一個 你之前有回檔啦 就是又往上走 然後我們那時候不是說 大盤這邊破底 但 我們這裡 其實是 一個上升趨勢線 守住啦 上月16號 守住啦 別的東西在疊啦 好那 可能搞不好看這個更加明確 說不定 所以我們就在棺材的指數的過程當中可以去發現一些 東西這樣子 好那 這個劍材營造應該也是丟在強勢 因為畢竟他是突破一個大局劍 然後之前是 一樣36號跌破 後面又一根拉回來 又收復了這個支撐 收復了這個支撐 所以 把它歸類在強勢吧 當然他目前看起來好像有些受壓的一個 情況 不過 就是 是強勢碰壓的 那種感覺 這個 這個是什麼 現在現在自己就忘了 建材營造了 OK 來看半導體 好像講 半小時 那半導體一樣 就歸類在產生就好 就是 一樣的一個 空間感的感覺 那他的圖位稍微做一下更改 不過 就 比較難畫 OK 看一下升級一條 應該是有一個明顯的反彈 因為之前到達 支撐之後形成一個破敵翻 那在上禮拜其實也有講 形成破敵翻之後就有機會往上 那目前就是 恩 把他歸類在區間好了 不然 其實也可以歸類在強勢 因為目前應該看起來是 有在 守住這個 五字均線 我在守住這個五字均線 但 應該說都可以啦 就是說可以去 考慮的 像鋼鐵就不會做考慮啦 那就是在 這裡 或是 強勢那邊 我認為都OK 我都OK 這邊或這邊 我覺得都OK 對這邊 我覺得都OK 那這邊的部分就是 就是在 下禮拜四禮拜五 可能要做現場的話 我個人覺得要思考一下 因為可能會 預壓回碟 預壓回碟 然後可能就從 嘗試呢 變成 比較小弱勢的感覺 好我們看一下這個玻璃 玻璃指數的部分 那時候看到台波是向上 那我們這邊來稍微畫一下 這邊跌幅滿足好了 就是這邊是 先把他畫上去好了 OK 那其實真正跌破 其實這一根 或這一根 比較明顯 你在這邊去 摩摩唧唧的 你根本不知道說 這個地方 到底有沒有跌破 這邊搞不好有多方人還是撐著 那真正跌破是這一根 上面10號 對 所以我們稍微來看一下 這裡到這裡的 如果說這樣計算的話 他是真的覺得跌到最底部 不過目前看起來 他好像 在這個位置 形成一些防守 這個最底的 這個地方 形成一些防守 當然我個人覺得他還是偏弱勢啦 因為他裡面的成分谷也是沒有什麼 所以我個人覺得就把他 龜瑞到這邊就好 就不用去做他啦 什麼合成那些的 我覺得就不用理他 貓一百貨 貓一百貨 貨一百貨基本上就是 負邦美的一個形 一個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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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看一下 上升趨勢線的部分 我覺得這邊 把他轉掉了 看一下 好那下上趨勢線突破了嘛 突破後回測 往上漲 再回測 再往上漲 然後 呃 禮拜 算是在禮拜二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 禮拜二禮拜三 感覺這是一個出貨的 這兩個應該算是一個出貨的 有被出貨掉 但我個人覺得依然應該還是 處在一個 回後還是有機會上漲的 一個強勢 這一邊啦 個人覺得 OK 那時候其他電子就有說嘛 3月16號這邊是支撐 然後面呢 就 呃 有往上漲 那禮拜一是在這裡 禮拜二 禮拜一是在這裡 禮拜二 禮拜三 禮拜四禮拜五 那就是有一點 上漲後在 3月28跟29 就有點下壓喔 他跟著大盤 大盤在 這個 3月27 3月28 都是下跌 然後他有去跌個 2728是下跌 然後這邊守住 又往上 看看 感覺上有一些不一樣的感覺 我把 那 我把支撐往下調整 我把支撐往下調整 我調整到大概是99塊這個 附近 99 對 調整到這裡啦 因為這樣看起來比較合理啦 就是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壓制住嘛 壓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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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壓了4根5根 突破後回撤 往上漲 回撤 再往上 所以應該是在這裡 支撐應該是在這裡 所以 曾經的一個 結構應該是這樣畫 我大概這樣畫給大家看 這樣子 跟 這樣子 大概這樣子吧 所以目前應該是處在一個 這條線要死守住 死守住的話 應該就是一個 這個算強勢嗎 我個人覺得有點碰壓的感覺 因為 如果說他在將來呢 這地方突破不上去 那這地方回撤 再下來再回撤 那最後搞不好就變這樣子 所以 應該是 強勢碰壓或區間都可以 對 在這區塊 我們來看航運吧 航運一樣喔 不起色 基本上你要在這裡去做單 然後賺到錢 是比較困難一點 大家可以看 橫盤啦 橫了一個禮拜 橫盤橫一個禮拜 基本上把它歸入再弱勢就可以 然後 他這個位置是做了這樣子一個 三角收斂 如果說是做這樣的話 是比較容易上漲的 這樣的一個 正三角形 比較容易上漲 那如果說是這種 呃 直角三角形 這應該小學數學科都學過啦 直角三角形的話是 就一樣 不明白方向 但 你要偏疊去看 應該也不算強勢啦 就是 突破了這一個 支撐之後 就 不斷的是 有機會去往上 目前是有一些壓制的一個感覺 有一些壓制的感覺 所以 整體其實看起來 比較 最最最最為強勢 應該還是 象徵最強的 呃 就是這些啦 這些其實這個好像也不能把它放在強勢 這應該把它 強勢 呃 我應該放在這裡吧 區間啊 有錢高應該都不算強勢吧 反正這個地方都有可能是 有可能這樣壓下來 但也有可能 這邊直撐打一打就是上去 對所以這個 有點難懂 有點難懂 把它放在強勢好了 但有壓力啦 放在這裡好了 那當然講起來就是 這些不要碰啦 恩 所以不要碰 然後 這些可能是 比較 不太會長 然後這些是 下禮拜四 下禮拜五可能 遇到一些壓力 那 這些是 目前來說 這兩個啦 一定是去 做多呢 我們個人覺得勝率較高 只是在上市 上市這邊 是這樣子 OK 那我們這邊就迅速的來看一下這個 這個位置吧 這個上櫃呢 我們現在看一下櫃門指數 櫃門指數那時候說嘛 禮拜下壓但是他守在十字均線上 我們這邊就切掉 這樣子 守在十字均線上 所以我們就來看吧 這裡 然後目前呢應該 理論上應該看起來還是持續上漲啦 沒什麼問題啦 要怎麼畫這個線 持續一層一層一層這樣子 恩就是強勢吧 所以我們就迅速看好了 好 那時候我們劃下來的下上區就先就是打壓到這個位置 然後在 恩 禮拜 算是禮拜一突破 應該說在上禮拜就突破 禮拜一又上去 禮拜二回撤 禮拜三又稍微回撤 因為禮拜一跟禮拜三的 恩 就大盤是不好的 但貴買這邊好像 就 也稍微有一些回壓啦 回壓這兩天 ㄟ 禮拜一就是禮拜二比較回壓比較多啦 3月28比較回多 回壓比較多 這樣子 目前看起來如果說把均線給切出來的話 我們就看十日好了 因為大盤是十日嘛 那我們這個其他電子也是十日這樣子 這裡的支撐比較難畫出來 就這一個位置 不好畫 基本上還是強勢啦 那光電子基本上就是那個 元態的形狀嘛 元態的形狀 大家看一下元態就知道了 如果說那時候你有去做元態的話 基本上你看這個 這個影片看了幾禮拜有去做的話 是賺錢 因為那時候就縮在這裡 這裡 所以基本上拉出大概7.5%的利潤 不多不少啦 不多不少 那 目前他應該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 再往上進攻的這個力道 對那蠻有機會真的就沒辦法就下壓了 也是有可能的 我們先做一下調整吧 我覺得線調整到這裡可能比較合理一點 然後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 缺口壓 跟這裡 這樣子 這塊是壓力 所以目前呢 區間橫盤呢 整個橫起來呢 會這麼橫 會這麼橫盤 來 大家升級一條 破底翻 翻回去 目前也是區間 是正向的區間 可以去選擇去做多的一個區間 我回測到白色線 不跌破的話 都有機會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鋼鐵 上櫃的鋼鐵 上櫃鋼鐵之前有一根跌破之後 就迅速拉回 然後我那時候打個叉叉說不用看 對不對 確實不用看 因為 這是上禮拜講的 但是你看到這禮拜呢 一根 兩根 三根 四根 是不是都還是守在那個 支撐線上 是不是有吧 現在有眼鏡的看得出來吧 所以說你說支撐沒有用嗎 還是非常有用的啦 還是非常有用 然後我之前講的 復盤的東西沒有用嗎 還是非常有用嘛 一根跌破 隔一天馬上上起來的話 隔一天漲起來的話 那 這個低點 不能把它當作支撐 不行 你要當作支撐的位置呢 還是依然是在 這一條線上 對不對 那 目前是 有機會形成一個 三角收斂 那 我把它歸類在 弱勢 就是跟鋼鐵一樣 歸類在這邊的弱勢 因為 最後如果真的來個 大壓的話 搞不好就真的往下暴跌 說不定 我個人覺得 等它走出一個方向比較好 好 那這個不用說吧 我看起來就是持續上漲 那時候還回車支撐 在3月16號那一天 然後就一路上漲 所以它肯定是強勢這裡 通訊網路 然後 上市這邊的通訊網路 確定率好像沒有 所以 我個人就沒有再去 跟大家做 太多說明 航運應該是那個 台華頭控的一個形狀吧 對 看一下旁邊的情況 我們選擇性不看吧 對不對 因為它好像是 個別一檔 我覺得沒有必要看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守住這個支撐 這個支撐 所以我們這邊 可以稍微來看他 台華頭控吧 這台華頭控的一個形狀 什麼 最懂海的男人 那時候 新英文都這樣講他 對 那那時候 守住 往上 所以基本上台華頭控的這個地方 還是有人在做防守 只要他跌破的話 就有機會下去 所以之前在 有丟運會員各股 但跟大家說這個 還是不要去碰 因為 航運股的東西 我就覺得 看到現在 我覺得 就蠻多都是 很難做啦 很難做 那但是 指數還是強 還是強 所以還是 強勢 還是強的 OK 那看一下 這個是 化弓 那之前這個 框起來的地方 就是假突破 下來到支撐之後反彈 反彈都 又有壓力 所以基本上他應該是處在一個區間 就是 這個 上櫃的這個 化弓 這個地方 那化弓基本上大家應該比較關心 應該還是比較偏 這個 車用電池 的部分 車用電池 應該不是 那個什麼 之前戰爭啊 什麼什麼 材料 一些比較什麼 假肥啊 還是那些東西的 大家應該比較關心的是 車用電池的部分 那觀光類群 觀光類群大家有看到嗎 這地方有框錢啊 這地方是 形成了一個 算是M頭吧 然後 假突破下跌 大家可以看到 有壓力嘛 所以他算是一個強勢碰壓 是一個 把這邊 複製下來就好 要不要打字了 強勢碰壓族群 不然說區間也可以啦 這樣 那不然這邊區間也是也可以 區間 區間 電子零組件 對那上次電子零組件我也看不到 要抱歉一點 那他要支撐 撐住往上 再來一個調整的一個部分 應該就從這裡開始看吧 那他也算是一個 強勢碰壓 或者是說是強勢 或者說是區間 都可以 都可以 強勢碰壓 再看看其他 OK那其他也是 壓力一直不過 線的話 都沒有做任何 都是上禮拜的話 當然有的準有的不準 那目前看起來應該也是 算是 算是 強勢碰壓吧 我覺得他可能不算在強勢這裡 可能在這裡吧 再來 看電子通路 這個就越來越少了 電子通路應該 不用看 我們看電機機械好了 咦上次那邊的電機機械也沒有看 那 這邊是強勢 那看一下他的一個 壓力位在哪裡 基本上 肉眼能夠看到應該是這條線 所以他也算是強勢碰壓的 強勢 但碰壓 基本上你的個股 有的話 持續去看 持續去放 是有機會再持續去創高的 但要在你短期之內在做進場 個人就不太建議 有可能就因為指數去回壓 或者剛好你買到了 就是需要去控盤的角色 對 那你可能就被往下去打 對 所以個人的一個想法是這樣 OK 那電腦體周邊設備 那這邊看起來應該是持續往上走 沒什麼問題 我們再多一條線來看看 這裡有一個M頭 M頭 我們看一下 上面這條線 有一些壓制住 然後下來這白色線 守住 所以在這裡 那我這邊姑且是講完了 但我們這邊忽然發現說 我覺得還是去看一下上次指數的這個電腦機周邊設備 因為 像我們之前在一兩個月前就講說這個電腦機周邊設備的那個什麼 電子骨骼 就很強 基本上就是維持在強勢 所以 它是超強勢的 這個是超強勢的 基本上沒在碰壓的 電腦機周邊設備 然後還有這個通訊 通訊我們這邊上視也來看一下 電子級周邊設備 電子零組件這裡 也是成交值都蠻大的位置 他算是 呃 個人覺得應該算是強勢碰壓啦 強勢但碰壓 就是說 剛剛有解釋過嘛 就是說你在下禮拜四禮拜五去做電腦 原本就會直接 掛掉 因為比較一個明顯的嘛 看一下通訊網路 我們可以做個ending 通訊通訊通訊 通訊 這裡 80億喔 也是在 贊成的大盤也是 蠻重要的要角 大家看一下 持續去往上 那裡面基本上這個比較難去看懂 為什麼因為 你切開這個四值的話基本上是 中華電 台灣大 遠傳 然後 再來的話在上一部復盤講的那個四棒 就是一個表現還不錯的嘛 如果說你是有看復盤的人呢 你去做電腦的話 是能夠 到達之勝去做電腦 然後往上去拉個幾%的獲利 其實都不錯 再來的話是起雞 起雞表現也不錯 那中壘是之前就有先掌一波 但是後面也有往上 後面也有往上 基本上 對 就是 感受上應該都還是不錯的啦 我們最後看一點他的技術線圖 因為這邊比較難畫 懂啦 我自己個人的一個 對 這個點 對差不多 可能快要碰壓了 個人覺得 從這個位置開始算 掉下來之後反抽有壓下跌 上漲 有壓在下跌 所以 這邊要小心 如果他一旦破線什麼的 可能就真的是 他這一條線算是一個蠻大的壓力 蠻大的壓力 當然會不會順勢突破 有可能嘛 因為底部有上升趨勢線這樣子 不斷的像敲敲板一樣 把他給敲上去 就像想像一個叛虎 說他這個地方 這邊是大雄 這個地方 一直往上走 那 只要不跌破上升趨勢線 就有機會把他給 這個K棒給敲出去 那一樣 以一個做多的基準來看的話 波方能夠繼續放 但是呢 要小心到達白色的線 然後要小心 是否會破線 破這個上升趨勢線有可能進行一波 蠻重的一個 一疊 像這個區域一樣 這根應該是3月13 3月13 4、15、16在這個地方 所以 這個地方如果說往下跌 會跌到這個地方 大致上是這裡 這一條線這裡 可能是134吧 所以他快要碰到了 自己要小心 自己要小心 OK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那 花了一些 一些時間去講 但希望大家能夠 聽明白 我想要表達 基本上 就是在這個 通訊網路 基本上就是 電子機 電腦 電腦集中面設備 電子 半導體 這些 那就看汽車能不能突破那個大的點 就 差不多啦 就差不多 那上市的部分就是 上市跟上櫃個人覺得 鋼鐵 目前先不要碰吧 那玻璃就是一直不要碰的東西 然後 區域的話 這邊大家可以上去看看啦 但 不一定就是有辦法 坐進場就直接往上拉 對 所以最慘最小 還是一樣 台灣的 經濟要角 就是電子和半導體 這個區塊 你只要 買這個部分 大致上上漲的機率是較大 不管是上市還是上櫃 這邊就是一個潛在非常大的一個機會 對 那當然就 電腦集中面設備就已經漲爛掉嘛 這邊 這邊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喔 最後最後 該誰 我這邊剛剛忘記去看這一個 最火的 這個 電腦集中面設備的壓力在哪裡 我會不會忘記看然後就發生什麼 這裡 這比較難放大 真的很討厭 145 那現在已經 現在這邊是142左右 現在已經145了 所以是感覺沒有用 這一層也需要注意 147 142 我們就來看一下 剛好也是左邊這一側的一個 方形的框框 大家看得出來吧 然後這根跌破之後就爆跌 所以142到147是一個區間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目前的情況是如何 他有回撤喔 然後這一天跟這天有回撤 然後之後再回後再上漲 所以他現在要 面臨挑戰一個巨大的壓力 這個電子集中面設備 要挑戰一個巨大的壓力 就是在這147 所以我們這樣總體的一個 歸 整體講起來的話 就 真的比較 回後上漲的 比較能夠在持續上漲的 應該還是 電子 半導體 貿易百貨跟汽車 那食品應該也 不一定的 就是會碰到壓力的嘛 碰到壓力 然後 遇到最大級別的壓力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的汽車跟電腦集中面設備 所以 如果說你現在還在追一些什麼 偽創 然後 紅肌 神肌 我不知道是不是 還是神打 神肌 然後 那一些個股的話 或許真的 要小心 那些搞不好真的 我現在沒有在做觀察 所以 會不會直接跌破 我就覺得什麼之類的 大家就 看看吧 如果說能夠在順勢突破 那當然 就有機會 但是 目前要面臨到 這個台股 在台股以來最大的壓力 一個壓力 這個147 這個位置 大家就 對 看要部分 減碼呢 還是說你 有信心 持續沿著五日均線都沒問題 那就可以繼續往上走 這樣子 對 所以目前台股要真的往上的話 必須要 這些結構都 都要 持續的去往上走才有機會 那最最最有機會還是電子體半導體 有一個 比較明確的方向 對 那其他其實都是一些碰壓的一些情況 通訊網路也是嘛 那電腦集中面設備 剛剛也給大家看過了 就 又遇到大壓力 那通訊網路就遇到大壓力 好 先這樣吧 那 就 下禮拜四的影片見啦 這假日就沒有在 做這個個股了 如果你有留言的話 我就會到禮拜四的 晚上才會看到 OK 那先這樣吧 謝謝大家 掰掰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裡 接下來會不定期更新 喜歡這部影片的內容 請訂閱及分享 再次感謝大家 那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助視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